热火跟马斯队的第二场交手是在星期一 就看到他们未来的继续表现 看看他们的热火队的未免梦能不能够实现 接下来我们谈的是另外一个梦 大学之梦 这个可就更难了 为什么谈这个题目呢 因为就从星期五开始 七八九零月三天 是中国大陆每年考生最可怕 而且最期盼家长最重视的三天所谓的高考季节 高考其实就我们这边所讲的大学的连招考试 而这连招考试在中国大陆的三十一个省份 同时进行分三天来进行 人数多少呢 今年超过了九百一十万考生 光光河南一个省 它的考生就超过了七十五万 这个规模之庞大 竞争之激烈 令你难以想象 这几天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特别的现象 包括家长对于这个大学梦之可叛阴切 我们看到一个地方 家长群聚起来 为那些搭上专车进省城的考生来送行 当然也是预先的祝贺 送行队伍长达一公里 真的是可怕 也有地方号称这个地方的风水之家 或者是他们的考风奇特 专门培养出都是重高考的特殊人士 难怪这个地方会号称为这次高考 重考率最高的地点 反而是奇心怪状各种现象都有 大家都想透过各种特别的方式 能够在高考中获得胜利 高考的幕后也显示 中国大陆社会在年轻一代 必须透过考试这一关来转变他们人生的命运 也显示中国大陆在整个社会的人口众多之下 大家竞争之路 但目前来讲可能还是非常之拥挤 你必须要想象在那个社会的生存 高考对他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如此你也能够理解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很多的奇特现象 都在这几天正在发生 了解他们的理由跟动机之后 你也有机会觉得这实在也是人之常情啊 一整排大巴士加上万头钻动了人群 6月5号送考节8点08分准时 名炮启程 警车开到有够风光 后头车队名言长达三公里 送行的其实是家长 而远行的就是高线考生 有高考之政称号的安徽茅坛场 今年进京赶考人数达到11220人 创下历史新高 学校还得出动70台大巴才能再骑学生 这还不是今年特有 而是年年传统 将近6000多名考生 就把他们分成两个批词 送往陆安市区参加考试 谁叫这学校的学生太真气 老是出状元不说 录取率更高达90%以上 其中不少是曾经失败的重考生 不断缔造神话的茅坛场中学 被人看作是神一样的学校 高考 我们习惯了 我们习惯了 高考准备的很充分啊 我们茅坛很厉害的 关于茅坛场中学呢 有很多的传说 地域式的训练 军事化的管理 甚至有人说啊 茅坛场镇 就是因高考经济而兴起的 茅坛场镇面积不大 地理位置更在山坳上 本地人口原本只有一万六千人 但慕名而来的外地人 却高达一万七千 除了学生之外 就是陪读家长 茅坛场镇因为高考并有名 也变得有钱 延然就成了一座高考梦工厂 但不管是学生苦还是家长类 这一切都是为了挤进大学窄门 六月七号就是大陆912万考生的决战之日 大陆高考就像台湾以前的大学连考 一试定终身 虽然录取率不低 但要挤进名校还是不简单 考生被考期的压力需要适时排解 有人把之前写过的考卷 撕成碎片撒满校园 或是大喊激励自己 真不行还有网友哭手影片 关系孩子一辈子的挑战 高考商机也职工父母的荷包 给考生吃好住好的 舒适的高考房应益而生 另外也有所谓的高考保姆 开除三天一千元人民币的天价 还是一堆人抢着要 高考出租车也是先订先赢 六月七号六月八号高考业务 你都是早上七点半的 不只要预定专车 有些父母还要选车牌号码 有四和六的都不要 然而这全面呵护考生 对成绩就一定有用吗 这一幕去年湖北某一间学校的升学班 学生打点滴读书的画面 令人嘖嘖称奇 还登上了美国CNN新闻 肯定有好处啊 因为现在高的高考量 因为高的高考量 早上升起来 早上去睡觉 它能够带入酸酸 它能够带入更多的脂肪 让我们预备好准备 但最后考试结果出炉 史上最苦点滴班 五十多名学生 每一个考上重点大学 是学生不努力吗 或许更该归咎是教育生病了 万人送行全正关注 对孩子来说是助力 还是祖地 见仁见智 但这送行还有个传统 生肖属马的或是姓马的 叫做第一台车 象征马到成功 继续为茅坛场中学 带来不败的升学生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